腹瀉原因不明,为什么不能吃止蟹药? 腹瀉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,相信很多家长都知道。 那么,大家知道当腹瀉的原因不明的时候是不能吃止蟹药的吗? 小朋友们,如果出现腹瀉的情况,是不是马上就吃止蟹药呢? 相信很多的小朋友都是这样的吧,但是啊,其实当腹瀉的原因并不十分明确的时候,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吃止蟹药的。 因为,止蟹药一般只用于单纯性的腹瀉,通过吸附和收敛作用,它可以防止体内异常发酵,减少毒素吸收。 而引起腹瀉的疾病的原因是有很多种的,比如,中毒,消化到感染,不洁净的食物,以及消化到本身的疾病,可以是很严重的,等等等等。 止蟹药呢,往往只能起到一定的杀菌和收敛,促使肠道吸收水分的作用,可能是治标不治本,掩盖病情。 而这些真正的疾病,应该尽早地到医院进行检查。 所以,当下次遇到腹瀉的情况的时候啊,要记得千万不要乱吃止蟹药,要先查明原因。 实在不行呢,要立刻到医院去找医生救治哦。